在太平洋未来论坛 科技分论坛上面的 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就认为 人类引领着科学技术的有机增长 现在是时候制定全球标准 设定道德界限 让科技更进一步 尼尔福克森表示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关系 全球国家似乎都在被迫 被要求选边站队 在一场技术领先地位的 直接竞争中 在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不利影响的环境下 他认为事实上 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随着人工智能 变得越来越复杂 存在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不要强迫他人 选哪一方 而一家地产发展商集团董事长 陈启宗则表示 中美两国需要合作 中美作为两个主要科技国家 更应该共同努力解决一些道德问题 除了两个国家似乎 另外陈启宗还表示 在共同标准上 个人自由和隐私问题上 很难达成一致 但就某些标准达成一致是可行的 底线问题力所能及 方黄医师 陈启刘健 北京报道